七个男女包括屠龙小队成员否认串谋爆炸等罪在高等法院逐审 重返证人彭君豪开始接受辩方盘问 彭君豪讲述在台湾的军训日程 说早五都已接受分裂 包括两小时内跑完五千米 也有实弹射击、炸弹化学常识、製造汽油弹等 辩方问他当吴志雄在行动前一天 告诉他整个计划时他有没有想过炸弹会炸死很多人 他说吴志雄预计爆炸时不会有吴关事的人在场 辩方问他为什么不回家把事情告知当时是警察的爸爸 彭君豪承认吴志雄的计划癫不敢退出行动是因为怕累穿